大盘打到了2960点附近开始的绝地反击 那是在什么带动之下呀 大金融 银行保险券商 我们看 880471 看看 银行突然间拉升 880472 这是券商 再来看保险 880473 你看 保险也是 大金融全面启动 而且今天上午最先启动的 能够层面积来的护盘的资金 就是四大金刚 国家队 我们看 510 310 瞧 510 310 绝地反击 人家刚开始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都出现了有资金大量的介入 如果下午这个位置资金还能再放大量一点 那就资金正经就进来了 不过有一点希望大家特殊注意 你看 就在周五这一天 大资金这不也来了吗 但是大资金来了呢 虽然说来了这么多 可是下午不一样 你看 下午资金来了之后 它就不再涨了 也就是人家不愿意花高价拿东西 那今天呢 那位说那今天帮主啊 为什么人家就又愿意花资金来拿 什么道理 这不是跌了吗 下来的时候有人愿意拿 那么证明什么 大盘在三千点下方的时候 确实是有人在说哈 那我们这个位置敢不敢追高 能不能追高 那么现在手里头很多人都套着呢 没有资金来参与 这不就吃亏了吗 不像我们 我们古邦现在是多少仓位 八分之一仓位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空间就很大了 假如下午这个位置 要是能继续放量的话 咱们指的是四大金刚 510 310 510 310 这是ETF 护身300 一方达 这个就是四大金刚之一 他们都是国家队啊 国家队护身300出了护盘 这就是个好现象 你看这里 这不是护身300 人家有资金进场吗 另外呢 银行保险券商都已经动了 更主要的 就是咱们这些权重指标国 就连古王今天也不一样 今天跌了很多啊 600 510 519 大家看 低开最多的时候 都跌了三个多点 然后能够开始往上蹲 啥意思啊 这不就是有资金进场护盘吗 另外这个价格都跌多少了 你瞧 跌到最多的时候 都达到了要1400多点 1414 那位说这个数字真不咋地 看起来还没到底吗 咱们别管它是什么样 ABAB也好 还是双胞胎 不管什么 总之这个位置是确实有资金在护盘 那么不光是茅台 还是说权重指标国 甚至宁王 宁王这不也动了吗 大家瞧 看宁王这不也开始了绝地反击 啥意思啊 也是低开直接干上来了 那么现在能总结出一句话 大金融 另外再包括银行保险券商之外的啊 就是毛指数 宁组合可都出现了一个资金进场 尤其是这个宁组合 宁组合最近呢都不大跌了 之前这不有一个单真探底吗 那么如果换算过来看 这可是一个双底小形态 我们看30分钟图 这不30分钟图 这不是有一个小双底形态吗 不过这个位置呢 结构啥也没有 那么证明什么 这个位置还在一个观望阶段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宁王 那么毛指数宁组合 他们两个很分化 你把毛指数干出来 600519 你看毛指数30分钟图 啥也没有呢 还创了个新第一 创了个新第一 你说能不能走出一个间谍 有这种可能 但是呢我们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因为我们炒股赚钱得赚的是那部分确定的钱 来我们再来看市场上的行为 市场上今天已经打到了低点 2960点 那么有一句话 叫做3000点下方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 很多人都说3000点下方是机会 那谁敢买 谁来买 又怎么买 今天看出来了 大资金这些东西呢正在往里飘 而且像银行保险券商这些大金融 包括护身300这些东西呢 确实动了 但他们只是一个护盘的迹象 为什么 你看今天 今天上午成交量4300亿 很显然这个位置成交量不够 那么怎么能够够呢 必须得大量的资金进来 然后普遍的上涨 或者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标志性的大阳线 什么是标志性的大阳线 咱们不说60分钟 哪怕是30分钟 给咱们走出了一个漂漂亮亮的上涨 而且30分钟光阳线还不说 而且得是大阳线 大阳线还不算 下面的成交量也得放一个倍量 甚至得是所有这些天 就这根单根大阳线 它得是最大的量 这就叫标志阳 如果没有标志阳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今天下午就在这个位置 你看啊 大盘现在如果再往下一跌的时候 如果再次跌破2960点 就将触发一个新的抄底信号 这个具体的点位呢 大概在2958点 如果到2958点的时候 我是不管别人了 我们股邦在这个位置会加仓 怎么加仓呢 是T加零买入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仓位呢 是八分之一 还会拿出的八分之一的资金干进去 如果下午冲高回落 借着冲高回落的时候 假如一冲高 你看假如我们2985下方买了 买完之后呢 这个附近冲高了 冲高突破均价线 或者真的能达到零轴附近 如果拐头 接近零轴如果拐头之后 那个位置我们就得摆T加零的部分卖掉 证明什么 它能零轴不上 就证明市场上还是很弱 或者突破了均价线 然后拐头再次破掉均价线 那么我们还得摆 就是手里头那部分东西八分之一卖掉 今天加仓的呢是卖不掉了 那不正好加了八分之一 然后卖掉八分之一 手里头还剩八分之一吗 那那位说那你折腾啥呢 我们折腾的就是这个位置得加上仓 现在仓位很轻 3000点下方 这个位置机会多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考虑加仓 一旦说这个位置冲高回落 那不就是加错了吗 加错的时候 我们得下面抄的东西 如果冲高回落 接着回落到零轴附近 或者是均价线附近的时候 那要卖掉 这样呢我们能保证不亏钱 哪怕能赚点手续费也行啊 现在别管那么多 要啥自行车啊 那么现在我们这不就是出了两个思路吗 第一个思路 这个位置呢 如果跌到了2958点 这个位置呢 我们会做T加零的 八分之一仓位 另外如果这个位置出现了放量标志阳 30分钟或者60分钟出现一个放量标志阳 那证明大盘在反转 也就是大盘3000点下方已经有机会了 也就是机会大于风险 那个位置咱们会果断加仓 加多少仓位 那就看每个人你自己有多少 不过我们股邦呢现在是八分之一仓位 如果加仓就是加百分之十是没问题的 加太多我们也不敢就得等一步看一步 万一也像前两天似的 你看前两天这不就是吗 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 也出现过探底回升 这些东西分别加仓 如果真的要是乱买 是不是都错了 那么记不记得我们在周四的时候给大家提出来 说大盘如果打到了2984点 大盘这个周四的时候啊 说要是打到了3002点 我们果断的T加零 结果周四这一天就打到了3003点 差一点没到 结果我们没买上 没买上第二天反倒跌了 这不就躲过去了吗 那么周五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跌破了 跌到了2984点 我们果断进场 但是周五的时候就跌到了2985点 差一个点没到2984 我们也没加上仓 有巧不巧 你看今天大盘又跳空低开 向下跌 这不就是这种下跌 我们不就躲过去了吗 所以八分之一仓位呢 现在已经连躲过好几次 真正的下跌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八分之一仓位 看起来控制的还不错 因为下跌的时候 谁都在亏 大家都在比什么 不是比谁赚钱 比谁亏的少 那么现在我们亏的很少 在这儿呢 正在寻找上车的机会 加仓机会嘛 那今天下午 如果能到2958点 那个附近 我们会果断的加八分之一 就是T加零 如果出现了标志性大洋 就是什么都涨 土涨 而且呢 放量大涨 那个时候60分钟级别 或者是30分钟级别 出现标志性大洋 那个时候会加仓10% 如果真的也能加上仓了 那么也能T加零上了 那是多少仓位呢 那就是35% 三分之一的仓位 那就不轻了 因为你不能说 这个位置就间跌了 别看大盘现在已经跌了 现在是跌下来 二百零几个点 但是这个位置 你就能说只跌了吗 好 最后总结一句 下午如果到2958点 那边说差一点行不行 你怎么想我不管 这个位置差一点呢 我是不能动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 咱们还是按照规则来吧 好 规则就是这个位置能抄底了 2985附近 另外标志向大洋出来的时候 能加仓了 我是古邦 喜欢点赞加关注 下午怎么搞的 收盘跟朋友们讲清楚 我们下午收盘见